大家好,我是钟一劳玛 一般的在我们临床上 肝火棒的人特别的多 而肝火棒的人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火性炎上 而会出现我们的面红 同时呢,肝火棒一定是肝寻形部位 出现了一叶异常 像我们肝开窍于木 就会形成我们的眼肝眼色 木赤 同时呢,肝有一别落 假扯本落眼喉 也会出现了我们口腔的肝苦 另一方面,像我们鞋类的胀碗疼痛 同时呢,肝精淤而化热 以后出现了我们的脾气的急躁 易怒 而肝火呢,扰动心火 也会出现鞋热扰心 产生心烦,心悸的症状 那么我们临床上 怎样来解决我们这个心烦 急躁易怒 木赤面红的肝火 旺盛的症状呢,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倾泻肝精湿热 肝精湿热 我们临床上好的方子很多 今天呢,我就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 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怎样来解决心烦急躁易怒 而优于肝火旺盛 所引发的疾病 这个患者呢,是一个28岁的流性女子 是一个老师 平时呢,由于管学生 比较容易的生气 而气于花火以后呢 就出现了刚才我说的一些症状 她来的时候呢,一看她的面 就感觉特别的红 同时呢,就感觉在生气一样 闷闷不乐 而且呢,她的白晶也有充许 莫勒拉脉呢 脉呢,就是一个悬朔之脉 胎是黄的,蛇是红的 大便是干的,小便是黄的 标准的干热吃剩 那么解决干热呢 我们终于有一方案 就是实则泄其子 因为干为心之母 我们要泄心火 以调节我们的干火 同时要通过输泄肝气 调打肝木 使我们的肝的输泄功能 恢复正常 而气质的症状呢 也又恢复 那么肝气调打 我们的热呢,也自解了 这就是治病呢 要抓住病根 找到呢 引发疾病的病因和病基 只要我们找到了 那么我们寻方 用药就很简单 病毒于内 必行之以外 根据我们人体外在的表现症状 来诊断和治疗 我们的疾病 就变得得心应手 关于这个心烦急躁 干火棒的病例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呢 可以给大家一一的回复 关注我 会让您的身体更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